今天是2024年10月1日 話說版主剛剛下午才回到香港 剛剛看完國慶煙花 最近版主也發現自己經常掛念何伯和何太 忽略了香港也有其他事件或新聞 值得拿出來評論一下 於是版主也決定今天不要說何太 而不說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版主也發現 東張西望近日有一個報導 他們的偏頗程度和當日他們怎樣偏幫何太 給一個節目他們表達個人意見 可以說是一模一樣的 那到底是什麼事呢 事源有一對夫婦 表示自己7月份去韓國旅遊的時候 因為在當地的操堂拍了照 甚至拍到其他的女人 所以就被那位女人報警 最後還惹上官非 而可以回香港的那位丈夫 隔了兩個月之後就在9月尾 找東張西望幫忙 就更加表示 其實太太在7月中被檢控開始 雖然就已經被發還護照 但就不可以離開當地 要在當地排期接受審訊 就表示 案件開始到今天就已經差不多三個月了 仍然都不可以回香港 就對事件感到無助 於是就向東張報料 希望東張西望可以幫到他們 首先版主在這裡 就先不說東張西望幫不幫到他們 但實際上 當這件事 被香港人抽絲剝減了之後 就清一色知道 根本有問題的就是這兩夫婦 於是東張西望第一次的報導出街 網絡上都是清一色 就說這兩夫婦是活該的言論 同時矛頭 也都直指東張西望 就說他們 這個報導出街之前 根本一點資料搜集都沒有做過 又是那種 所謂受害人 說什麼 就任由他們在鏡頭前 說什麼 那種做法 於是東張西望 為了挽回面子 就把這個個案又拖長來講 分別在9月30日和10月1日 再分別出多了報導 再講解這件事 企圖 就為這兩夫婦說好說話 爭取同情分 但版主 剛剛看完10月1日的報導 就更加覺得 整件事 根本就是這兩夫婦 救游自取 而東張西望的做法 除了對這件事沒有幫助之外 更加可以證明到兩件事 第一 就是東張西望做了那麼多年 仍然撇除不了他那種 慣性偏頗的報導方式 第二 就是他們這次的報導 更加可以證明東張西望 對一些法律訴訟的事件 根本就無能為力 平時 就說到叫市民報東張 報東張西望 又可以為民請命呀 但這次的事件 正正就是反映 東張西望其實就只不過把這件事拿出來說 就希望引起社會的關注 平時的芝麻綠豆小事 報導了之後 負責人會出來澄清 解決了這件事 又或者政府部門會介入 電視就可以解決 但說回這件事 東張西望根本 就沒有什麼可以幫到手 其實經過這次的事件之後 一眾香港的市民有事 其實是不是真的還要報東張呢 而同時間 到底這件事 東張西望怎樣幫到忙呢 而這件事本身 板主 剛才已經說了兩次 是這兩夫妻夠有自取的 到底整件事 這兩夫妻出現的問題 又在哪裡呢 板主搜集了資料之後 今天就跟大家講解一下 在看這條片之前 希望大家先留言支持 之後就再給個like like完之後 如果覺得這條片是ok的 就記得share給身邊的人看 而未訂閱的 就記得訂閱一個 支持一下 希望所有進來看這條片的人 都做足這幾樣東西 勞歉大家 首先就跟大家講解一下發生什麼事 最初東張西望 就在9月25號的時候 就出了一個大概三分半鐘的報導 內容就是有一對港人夫婦表示 他們在7月份的時候去韓國旅遊 就享用了當地的漢精膜裏面的操堂 懷疑就是因為那位女士在操堂都要打卡拍照 就拍到一位同樣在操堂裏面的女性 於是 就被那位女性報警揭發 那位女士就疑似犯了當地的法例 就被當地的執法機構拘留 根據可以回香港的丈夫的說法 太太又疑似被檢控之後的三幾天 其實就已經被發還證件 但當地執法部門就表示 案件由於已經安排了排期審訊 而排期審訊之前 太太不可以離開韓國 於是就邊廂滯留了當地 而丈夫找東張西望求助的原因 就是因為太太在當地人生路不索 於是就看看報東張 可不可以得到一些協助 而根據第一條片的說法 東張西望的報導的討論方向 主要是集中在韓國方面 拘留和排期的審訊時間就拖太長 沒有辦法為女客作出一些彈性的處理 那位丈夫在9月25日報導的時候 就不斷在鏡頭前大罵 例如什麼 三個月啦 這是什麼司法 要檢控就檢控 沒理由這樣 所以這件事就真的太離譜 就說了這些事 同時間 東張西望也嘗試致電給那位太太 太太就表示 雖然就離開了拘留所 可以自由活動 但是人於人生路不索 不懂韓文又沒有朋友 所以就覺得那邊好悶 都是表示 希望可以盡快了結這件事 然後就可以盡快回香港 而東張西望在訪問中 都提到 當地有個華人團體 最初就是幫他們的 但是發現那個華人團體 叫他們付錢的那些報警者 司徒和解 但付錢後 才發現那些 其實就不是和解金 而是什麼協調金 更加表示 不明白當地的司法程序 以及當地的華人團體 到底是不是真的幫到自己 整個報導 只有三分半鐘 同樣都是 網民最不喜歡的 也是東張西望 最經常做的那種做法 就是任由自稱受害者 在電視機前 說完一大冷餐後 然後 所謂的報導就結束了 沒有嘗試去詢問任何 專業或法律的意見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攝氏兩夫婦和東張西望 在這個報導出了街後 就清一色被網民罵爆 罵爆的原因 主要是說這兩夫婦 其實都是舊遊自取 和東張西望斷章取義 以偏概傳的報導方式 以及東張西望 面對外地的訴訟 根本就無能為力 所以就連諮詢律師意見都省了 首先 其實就有網友提出 在韓國當地的操堂 亂拍照的話 其實是很容易犯法的 如果大家平時有看開一些 專講韓國生活的Youtuber 都會發現其實他們的拍片方式 大多數都是在自己家裡拍 或者在自己的車裡拍 就算在街上拍片 他們都會盡量把鏡頭 Pan到很近 就讓鏡頭 盡量都會拍到自己的大頭 或者其他相關人士的大頭 盡量都不會拍到其他街外行人 其實就是因為 有不少拍韓國的Youtuber 都有提及過 其實韓國和日本的情況 都差不多 當地市民 都是很著重自己的私隱 所以 當其他人拍片 無意中拍到自己的話 被拍到那個 都會要求拍片者 移除相關的片段 如果像這次的例子 在操堂裡面拍到一些沒有穿衣 就更加容易出事 所以 基本上大部分網民都是罵爆的 說這兩公婆 根本就不懂得入鄉隨俗 這四個字 以為拿著電話或者相機 可以全世界任影 其實版主自己的個人意見 就算你現在不在韓國 在香港 你去到芬蘭域 都不是代表你可以拿起電話 到處拍 就算讓你只拍到一個沒有穿衣的男人 都不代表人沒事的 更何況 現在的情況 又不是香港 在韓國 而你拍到的又不是男人 還有女人 後果有多嚴重 其實我相信 這兩公婆根本就應該要一早想像到 就不是有他們一句說 我去旅行是喜歡這樣拍照的 就可以說自己是無辜的 而那些網民 除了罵爆這兩公婆之外 其實都一面倒這樣罵爆東張西望 除了剛才所說 東張西望也是清一色 被那些所謂受害人 表達訴求之後 就從來不會加自己任何的意見 例如不會反問他 喂 知不知你在當地這樣拍手是犯法的 沒有 從來都沒有問過 而同時間 東張西望在第一次的報導 其實都顯示了自己根本 就什麼都做不到 不懂得去尋找當地律師的意見 又或者問一下自己相熟的韓國人士 問一下在當地發生這樣的事 他們有兩公婆可以怎樣做 或者東張西望可以怎樣幫他們 完全是沒有 報道完就算 當東張西望被人罵爆了之後 相信他們都知需的了 所以在9月29日的時候 他們就為這件事作進一步的報導 這次就厲害了 除了找到當地律師 講解當地的法律之後 他們甚至還找到TVB的藝員同事 就親自飛去韓國那裏 嘗試去到當地 直接了解這件事到底是怎樣 在這方面 反正是加分給東張西望的 但就不代表東張西望這樣做就對 其實他們仍然撇除不了 他們那種以偏概全的報導手法 首先在9月29日的報導 主持人在一開始的旁白 就將他們拍照的違法行為 就說到 只是在當地拍了三張照 就無端端惹上官非 好像說到影相是沒有問題 拍三張照就更加是小事 惹上官非就像無妄之災 實際上韓國的情況 就好像剛才版主所說 極度著重私隱 根本就不是可以隨便拍照 但這位主持人 就明顯將香港人可以在香港 隨意拍照的這個概念 就放在這個 生存在韓國的個案那裏 所以他們的報導 明顯就是以偏概全 然後去到後期的講解 其實東張西望都知道 自己第一次衰得好應 就希望 為這兩夫妻賣慘 企圖就拿回少少少同情分 但如果大家有看他們的影片 懂得抽絲剝繭的話 其實都知道東張西望說的話 偏頗之餘還有引渡的成份 首先 9月29日的報導時候 他們為了想你們覺得 這位太太留在當地是很慘的 特意說他跟東張西望的藝人同事 吃完飯後 走走回酒店的時候 就無緣無故在街上哭爆 鏡頭就拍著這位藝人 安慰這位太太 但版主又發現了 所謂的突然哭爆 似乎不是突然的 時間那位太太哭著的時候 胸口是夾著無線咪 喂 現在是收音的 那就是整件事不是突然的 是一早就合好了 然後叫她哭 企圖就做一個很不開心的效果出來 而去到第3晚 即10月1日的報導 他們就把這個哭爆博同情的做法 伸延去到丈夫身上 就說丈夫 留在香港什麼都做不到 老婆生日也不可以跟他慶祝 於是就悲從中來 在鏡頭前哭爆 但至於東張西望的節目主持人 以及一眾網民都質疑 為何發生這麼大件事 丈夫竟然還繼續留在香港 不留在韓國當地陪自己的太太 這位丈夫竟然說 留在香港是計劃什麼營救行動 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版主又想請問這位丈夫 3個月了 你計劃了什麼 你營救了你太太沒有 這3個月 這位丈夫除了會找東張西望 和香港另一之外 你還做過什麼 似乎什麼都沒有做過 說好的營救行動呢 所以都是那句 東張西望在這類報導的時候 從來都不會質疑 所謂的受害人的說法 純粹就是受害人說什麼 東張西望就聽什麼 信什麼 而東張西望 為了令到大家 相信和同情這些所謂的受害人 他們就會把法律的理據 和道理 放在一邊 不斷在鏡頭前 賣弄情感 希望市民 對這件事件的所謂受害人 作出同情 但今次的報導裡面 其實東張西望根本接受這個個案 去採訪期間 從來都沒有質疑過 太太在操堂拍照的原因 沒有去質問 其實他知不知道 韓國的法例 是不給在那些地方拍照 更加就沒有質疑過 其實整件事 到底是不是真的 好像太太所說 所謂的 只是拍了三張照 就出事 事關在拍照的方面 其實就不知道 大家有沒有留意 其實在東張西望 9月29日報導的時候 他們就被 那些時間太太 刻意去強調 一張所謂拍到的大頭照 就說那張照 只是拍到一位女士的大頭 那位女士 就擺了個姿勢 但 其實就沒有拍到那個人的身體的情況 東張西望 就被這位太太 接近用了20-30秒的時間 去形容這張照 但其實這位太太在鏡頭前 承認了第一張照 拍過操堂的時候 是有拍到其他女人 和他們的裸體 但就只是用兩句說話 就把這件這麼重大的事件 輕輕帶過 那當太太其實拍到其他女士的裸體的時候 東張西望的節目主持人 有沒有質疑過太太拍到這兩張照片之後的反應呢 例如會不會質疑 你知不知道拍到別人的裸體是犯法的 又或者剛才所說的 說好的私隱權問題呢 而在香港這邊 就更厲害 他竟然將這次的違法行為 包裝成失誤 還要在鏡頭前面 一再強調 這次是失誤 不是錯誤 說到尾 整件事又是河太的翻版 丁鞋上身 我殺了人啊 但我沒有錯啊 那些fan 其實版主有想說 莫說韓國 就算你在香港 拍到一位女士的裸體 其實都有很大機會犯法 更何況你不熟悉當地法律的外地 版主就不會明白 為什麼一個香港人 拍到一個裸體 可以當沒事發生過 輕描淡寫了兩句就帶過 好像若無其事 但是版主呢 除了質疑女士主之外 就更加質疑東張西望 為什麼不懂得這樣去想 質疑他拍到這張照片後的後續反應 所以 正如版主的這個系列 就叫做東張西望偏頗實露 除了評論這件事 本身之外 也帶出東張西望做個案 從訪問和評論的時候 經常都是以偏概全 側向一邊 往往都是從所謂的 受害人角度觀點出發 只要報料者 自稱是受害人 就會將他包裝成為可憐人 做什麼都沒有錯 但其實很多時候 很多這些個案 所謂的報料者本身 都是有問題的 只不過 在他們 和東張西望的包裝之下 只要在整件事裏 有其他人 都有問題 他們就會引導市民 其實有問題是他們 不是報料者 這也是東張西望 慣常的做法 所以說到最後 版主又奉勸東張西望 現在TVB的收視 已經差了一個點 20多點收視 就已經所謂的收視王牌第1 過往版主小時候 經常都聽到 TVB收視 在40多點 現在20多點 就叫做第1 他們其實應該知道 自己再不改進的話 隨時 整個節目都會被淘汰 甚至整個電視台都會被淘汰 希望東張西望 經歷過這次事件 在網上被罵爆後 可以改善一下 他們的報道手法 不要再以偏概全 嘗試多方面 守正 正反兩面兩個角度 去對事件作出全面的報道 才是最透徹的報道 那好啦 版主的評論 今天就來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 怎樣在這件事 大家覺得這兩夫妻 是否真的無辜 而大家又覺得 東張西望 在報道這個個案的時候 有沒有問題 同不同意版主所說 他們報道的時候 都是以偏概全 撿在一旁 只要你自稱受害人 就絕對對 不妨留言 說下大家的看法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最後 如果大家覺得 我是說得好的 不妨給個like 和subscribe 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條片 我們下條片